大家好 今個禮拜港股有頭威 沒尾神 市場氣氛 當然內地股市復市 內地也算升得不錯 但始終見到港股叫 升了再先 所以今個禮拜就算內地復市之後 其實撤擊量暫時不算太多 反而當然是刺激成交量 今日亦可以重上1100億成交流上 而今個禮拜當然焦點 當然之前一直炒了一些新能源的股份 除了新能源股份今日普遍到散水 但當然膽脫繼續是科技股份 科技股如爸爸來說 今日亦曾經破過歷史高位 所以在周末前 大家戰鬥異獄不會太高漲 所以有少少回吐 再說難免 期望下個禮拜 初段有機會在23,800附近 開始有新一輪整固 如果你知道中軸位是24,000點 但一個波動區間短線 就會23,800至24,300位置 而上面來說 其實在24,600亦都是調100天線 我覺得暫時未有能力做突破 可能市村有機會 但企穩難度我覺得比較高 因為始終市場氣氛都變向審慎 尤其是臨近總統大選的情況下 下個禮拜比較樂觀情緒 可能會試到調100天線 24,600附近 但成功企穩的時間未必太多 為此 剛才覺得比較長時間 會在23,800至24,300 這個區間上落 下個禮拜當然就 開始除了科技類股份 繼續成為膽拖的股份之外 我想相繼有些股份落獲 有機會大家再次收拾 就像接下來衝敬著14.5規劃的一些股份 當然新能源的一些股份 今天來說散水 我想下個禮拜有機會 整固完再次落獲 就有些環保相關股份 這些都是舊的一些舊經濟股份 但始終在市場缺乏一些差錯題材的情況下 都有機會再次落獲 而個別的一些藥企 其實如果有成功研發新冠肺炎病毒 類型的一些疫苗企業 其實都可以成功突圍跑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